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即而来的就是代言拿到手软 商业价值持续攀升 上映不到一个 热度和关注度一直不低 好作品带来好口碑 自然也就带来高人气 同时王一博吸粉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代言也迎来紧喷噬半发 王一博新代言被司数码开启预热 这次合作诚意满满 给予王一博全球品牌代言人的头衔 拓宽全球市场是这次合作的初衷 在一个就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代言 王一博官宣成为宝可梦卡牌代言人后 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这个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很高 基本上很少请代言人 受众群体庞大 好多产品基本上抢不到 这次选择王一博 可见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高 能够受到这份青睐 这个代言无疑是跨圈破壁的一次合作 可谓是强强联合 助然的是宝可梦和王一博的影响力 同时呢 我们还发现 奥迪英节会再度与王一博续签 这个是从19年开始的缘分 给予王一博的一份长久的陪伴 王一博专属定制款汽车 在王一博23岁生日时 仅发射了23台 这次再度续签 王一博是奥迪全系车型的代言人 也是英节会最年轻的一位 王一博的代言走的就是一个长线合作 从爆火后 商业价值就持续攀升 行走的相爱而 鞋圈财神爷 上脚过的鞋子 无疑不成为爆款 粉丝技术随着王一博的人气和作品的持续输出 圈粉饰越来越多 上到中老年下至小朋友 提及喜欢的明星 王一博自然是其中一位 王一博的佳作连连 随着转型电影圈 他的戏粉也逐渐扩大化 好作品是一份底气 三部影片的上映 票房都接近10个亿 这是一种吻 也是王一博实力的证明 娱乐圈是一个名义场 谁红捧谁 可是如果你想保持持续红下去 还是需要意外实力和作品说话的 王一博深知这个道理 一直踏踏实实做自己 很有上进心和事业上的野心 他没有消耗自己的流量 在红的时候 把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分享出来 带出圈的小众运动街舞 滑板 摩托车等 彼此成就 深得人心 同时呢 王一博是一个杭胜于盈的人 说得少做得多 转型电影圈 没有拍烂片 而是一门心思提升演技 三部影片 三种题材 提升演技的同时 还让我们看到他的稳招人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提及王一博 很稳的一个人 做事他是本分 我们会说他跳的街舞是真的好 带动的是全民街舞热潮 拍的作品是有价值的 主旋律的题材 让人看到了是飞源 地下工作的幕后 小人为热爱追问之旅 商业价值的飙升 是王一博好作品的输出 实力在圈粉 庞大的粉丝消费能力 品牌方的亲爱共同助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